今天是8月24号周五,在暑期到马上结束的时候,终于有两部重量级芯片上映,和最近的内地电影市场由于梁朝磊吴依法等主演的《欧洲攻略》和《情怀大片新乌龙乐》的《纷纷扑街》,加上黄渤一出好戏,和李彬彬, 《巨齿沙》上映时间已久,导致电影月看起来有点冷情,23号《巨齿沙》拿下了2700万,就成了单月票房冠军,可见这几部电影早已经是抢努之末,为漫威超级英雄电影《一人二》《黄蜂女现身》和真子丹动作大片大师兄,来得正是时候截至24号凌晨一点,在短短60分钟时间里,《一人二》《黄蜂女现身》, 《一人二》《一人二》《一人二》《黄蜂女现身》,也算是给今年暑期到内地电影市场来了一部真正意义,上了好莱坞大片之前的摩天营秀,《巨齿沙》当然还要加上黄小明的《金蝉托架》二本电影,虽然都好戏, 声纯正的好莱坞大片,但是基本上都是有中国资本参与,只能算中美和拍片,这也是他们可以在内地北美同步上映的原因, 而真正意义上的好莱坞电影,在内地都推迟了上映日期,比如《暗中期待的碟中碟流》,在内地上映定在了8月31号,而海外观众早就在7月27号,就可以观看这部电影了。 当然《金蝉托架》三,疯狂假期视线鱼,以人二,黄蜂女现身在内地上映,但这部电影在内地的影响力不大,投资也只有8千万美元,截至目前内地票房只有1.58亿。 自然比不上漫威电影,在内地的票房好照例,以人二,黄蜂女现身在海外上映日期为7月6号,也就是说内地市场,被推迟了整整49天上映,前段时间复仇者联盟三的内地也被推迟了近半个月上映,最终内地票房23.91,离预期的30亿票房还差很远。 这一次以人二,黄蜂女现身的推迟上映这么久,对于票房影响还是很大的当然最终电影的票房还要看内地观众的选择,现在看来最近的内地电影市场即是一部大片算晚就人气,而以人二,黄蜂女现身豆瓣7.5分,是一部合格的爆米花电影,从现在的开化票房成绩,还看内地观众还是买账的。 不少网友表示,暑期当终于来了一部真正的好莱坞大片,以人二,黄蜂女现身的强势,让真子丹的大师兄之前逃当行为,显得尴尬,本来大师兄定当在8月17号上映,现在看来原本的当期非常不错,欧洲共略和新乌龙院都不冷,而一出好戏和剧取杀上映时间已久,加上真子丹近年来不错的票房号召力。 大师兄很有可能在七夕当笑傲群雄可惜大师兄怕了梁朝北,吴亦凡,唐烟,吴梦达等等只老虎,反而撞上了以人二,黄蜂,女现身这种虎王,同样是截至24号一点,大师兄票房只有870亿万,手据排便只有19%。 总体看来,一人二,黄蜂与现身口碑方面是不成问题的,不出一把正在暑期当最后的一个星期大方一彩,而真子丹的大师兄,只能寄希望与口碑能够帮助票房逆袭。 当然,如果电影本身的质量不过关,那这次宇宙丹的票房恐怕有点威胁了。